我的目标是针对傅博文以及他身后的人 这陆晨曦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如果他依然如此天真 被牺牲掉是自然的事 我不在乎 小斌 去美国这么多年 你的变化真大 我都有点认不出你了 杨主任 今后无论在人前还是人后 请你不要叫我小斌 我的名字叫庄叔 那好 那好 那就祝庄叔教授 好运吧 副院长 我父亲的器官虽然不能捐献给别人了 但他一直想这么做 他说他想赎罪 所以 他还是个善良的好人 对吗 医院里 医院里只有医生和病人 没有好人和坏人 你父亲虽然以前做错了事情 但他已经接受了法律的惩罚 他 现在又做了弥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还是幸运的 毕竟有些人做错了事情 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弥补的机会了 这件事情的性质已经变了 这件事情的性质已经变了 不再是简单的意料事故 这里没有人命 你知道吗 人命 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真相了 就算是死 你又把这件事情 给我带进坟墓去 你也听不铁的 在游戏里面 你现在全部听不铁啊 你也听不铁了 你就是想要 这次考试不及格 我怎么走了 来 你们 我 郑老师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今天手术的病人 经过这儿 看看这么晚了谁再这么用功 我是想来这儿用用功的 可我看了会儿病例 就困了 就干点别的 替替身 这 庄老师 拿我提神的 好 没想到我还有这作用 我就是画着玩的 不不不 不是玩的 你画得很好 不用解释 庄老师 自从我来进修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我也像陆大夫说的 熬夜不睡 把病人的病历 还有检查都记住 我还跟病人聊天 掌握他们的病情信息 我就是想做得好一点 能记住病历上有的 还能注意到病历上没有的 你做得对 但是你这样做 不是要给我看 但更重要是做给自己 庄老师 我真的不知道那样 会增加病人的心理负担 我不是不在乎他们的感受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我相信你 对不起 中午是我太武断了 不 不 庄老师 你 确实是我错了 不考虑病人感受 只管业绩的大夫 不会是好大夫 但是 没有真正了解学生 就武断下定论的老师 也不会是好老师 好在 我们都可以改 好在 我们都可以改 谢谢庄老师 不介意吧 好了吗 我肯定比你要啰嗦点儿 等我一会儿啊 等我一会儿啊 我肯定比你要啰嗦点儿 没人见你还真破戒 上学时候六个人去宿舍 也没见你迟到过 庄主任又不是杨帆 我迟到个十分八分的 不会说我的 忘了问题呢 庄叔说他什么时候搬进来啊 一直说是太忙了 两天前说是今天 真土好啊 交的钱都不过来住 可不是吗 弄了我这收了房钱 那天天见他矮三分 我可不想这样 昨天我跟他说了 再不来过就别来了 房钱退了 我怎么觉得 你有点盼着他来的意思 是 我盼着他来 我还盼着泡河他呢 满意了 天天说这种便宜话 有劲吗 有劲 患者张根才 男六十五岁 因大卡血急诊收入院 经止血抗生素治疗情况改善后 行左上肺液切除手术 术中发现肿瘤 一并切除 诊断为高分化性癌 临床二期 患者家属表示 等手术恢复 想回老家医院进行后续化疗 那么这个病人能否不在我医院进行化疗呢 患者在我医院手术可以保销 但是化疗如果不回到他们本地医院去做 是不能保销的 所以让他们在我们医院化疗 确实不现实 那就按以往的规矩来吧 既然是家属的医院 雨晴 你千万定主他们把字牵权了 别等着后续治疗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要担责任的 明白 这以往的规矩 也不是不能改的吗 不能总想着不担责任 我建议这样 在病人出院之前 我们会从肿瘤科 把这个化疗的方案先制定出来 然后通过远程会诊的方式 跟对方医院的大夫做一个交流 这样以后 在化疗过程中 有什么突发的状况 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 好 那我按主任说的意思安排 念学院 你好 这个楼上第三路口扭转 敲锁就在旁边 药完了以后上三楼 超声科技可以超做了 谢谢 脸色不对啊 体脏不舒服吗 听着 两人都叫来 不能饶了他 看什么 你怎么看 脉搏怎么样 你快来看看他吧 这个患者很奇怪 脉搏浅快 脸色发干 你这么会看吧啊 你没见我哥身上那么大的口子 孙女一条口子都没有 装什么孙子呢 你还会看吗你 有病会 说谁的 别动手 你没看我哥都这样 这么大会儿 别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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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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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来 来 来 吵咱们什么吵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进了医院还吵架 想后面都坐下 不想后面都怎么给我滚出去 你怎么着 坐下 了解最新的保险政策 全面为病人去考虑 我们可不能应循守旧啊 积极的做法是 吃透政策 灵活地运用 现有的条件 去治病 代教 杨主任这个思路太好了 按照这种做法铺开 受惠的可不止是一个病人 受惠的不止是病人 对术后病人的全程跟踪 全面掌握 抑后数据 这对科研 是个大好事 好了 自己按着 有点疼 忍着啊 刚才 Mitte Clement 哎哟 心 哎哟 知了疼啊 哟 哎哟 在外边打得头破血流 跑医院来海门鹿山看病呢 又想打啊 非闹出人命来才算完是吧 很好 很好 待会儿包扎完先别走啊 在这儿观察一小时再走 早上就不舒服 说是头脑胸脑 然后后来那几个混蛋 就来店里闹 然后我哥 就为他们拿棍子 在背上砸了一下 直接坐地上就晕了去了 好 胸部疼吗 疼 特别疼 怎么个疼法 就跟 就跟刀砍似的 背也疼 肚子也疼 怎么疼起来的 什么时候疼起来的 平常血压高吗 高 挺高的 今天早晨 就疼得厉害 就跟 就跟要死似的 后来 被他们在后背砸了一下 最疼 现在觉得 好多了 就是觉得 虚 没劲 还晕 我外面包扎完了 你这儿怎么样 我怀疑胸主动脉夹层动脉瘤 推一个床边心脏彩超来 给你乡客打电话 彩超之后立刻安排CD 好 好 你们仨别走啊 还得观察呢 这 这不会打出事了吗这个 不是打了 来 让一下门店看了啊 对不起 别在这儿鼓乱 外边等着 我就担心想看看 不给您添乱 您忙 您忙啊 来 喂 影像科我急诊 C体疼出来了吗 我们马上就到 不能等 来 这边让开 不是吧 隋大的 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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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带我带我 区师 区师 陆大夫 是双筒症 动脉加层 通知心内心外 普外下来会诊 给副院长打电话 请他下来一趟 队长好 队长 队长 你来了 队长 刘主任 你先带着插房 张教授 请你跟我来一下 小张 你看看副院长和庄教授忙什么去了 好的 都到了 傅老师 院长 张大夫 我请庄教授来的 说病情吗 主动脉夹层动脉瘤 直径在六到七厘米之间 这儿已经近七厘米了 很危险 随时有可能破裂 建议马上手术 我同意 通知手术室做准备吧 已经打过电话了 新包天塞 加上破裂出血 病变累积肝肾肾动脉 都是很有可能的 老吴 老周 手术进行到相应位置时 需要你们协助 好 要准备自体血液回收剂 这种出血量很大的手术 要进行自体血液再利用 备血方面 让血库做好准备 放心吧 这台手术 我建由庄教授主的 好的 三床的患者还要继续延绵健康 好 主任 问清楚了 急诊陆大夫收了一个 主动脉加层动脉瘤的患者 副院长和庄教授正在会诊呢 主动脉加层动脉瘤 对 大手术 那个是不是肺移植病人的家属 是的 听说患者已经醒来了 正准备转到胸外病犯来 要安排好 你去吧 好的 陆大夫 请打一下 还有什么事吗 这个手术 我请你做我的助手 你们都去准备吧 你们都去准备吧 之前你说我是急诊科的大夫 不让我参与肺移植的手术 现在又来请我当你的助手 你什么意思啊 我看过你的手术录像 跟胸外的几位组织也交流过 我认为 在此类手术所需的技能上 你是全任何最出色的 有你做医助 我更有把握 这台手术属于胸外科 你不需要请示一下杨主任吗 陆晨熙是急诊科大夫 确实不适合参与 这人听说是急诊科大夫 那副院长是不是可以批准 陆大夫参与这台多颗联合手术 如果术中出现任何问题 由我承担责任 你敢不敢来 傅老师批准 我就敢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QIS波提前宽大 批发式性早波 进入不齐 这是花银单 甲这么低啊 给对话甲 立投卡因 立投卡因要做皮试 我知道了 这都常规了 我喝醉一下 好 众主任 庄大夫 我刚才听见您提示 利多凯因使用前要做皮试 这是咱们院里的常规吗 是啊 从副院长接任起 就定正常规了 没想到任何对利多凯因的使用 把关这么严 我看国内的医院 一般是不做皮试的 怎么 出过问题吗 庄大夫是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吗 在我们医学中心 早年有患者因为利多凯因之死 这个药过敏得几少 一直没有列入 必须做皮试的药物 我和不少同行 探讨过它的使用 如果任何以前有同事 发表过这个专题的论文 或者研究资料 我也想看一看 论文倒是有几篇的 不过都是早年间的了 存在资料室里 如果是研究的话 看不看意义不大 这是我的个人兴趣吧 钟主任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庄大夫如果实在想看的话 我可以让资料室的同事找一找 好 谢谢钟主任 我还有手术 先走了 不用了 想什么呢 是吗 什么 你现在已经不用手上 现在背书了吧 紧张着 我在脑子里过了 以往的类似手术 有成功挽回的 也有 但是这个主动脑 夹层直径七厘米 血管严重畸形硬化 以前真没做过 情况这么糟糕的 所以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想了 这台手术 我信任你的技术 你会是我最好的祝赏 请你也信任我 全程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富儿请你来是对的 这台手术 现在胸外没有人有绝对的把握 好了 麻醉完成了 好 怎么了 血压下降 加酸可能破裂了 打出血 方大夫怎么办 快点 庄大夫 庄大夫 陆大夫 赶快进手用室 快 破裂了 快 庄小师 陆小师 加速分外流破裂 大出血了 术学 建立体外循环 开胸后 启动四体血回收机 开胸 已经破裂了 这 到 主任 对比几种化疗药 对于这个小细胞肺癌的 预护解补 我初步给统计出来了 小潭他们公司的 两年五年的生存率 不比其他几种高 好啊 那你就抱上那儿吧 别啊 主任 要是把几个病人 拿出去的话 在统计学上就有意义了 也是 去掉极值是统计学上的合理告法吗 对对对对 在统计学上管这叫去掉极值 当然了 也不能你看着哪个不顺眼 就去掉哪个 具体的 您也不要来问我 不是有统计师吗 去请教专业人士 这路晨熙不在咱们胸外祸祸 这种不同药物的疗效比较 做些统计来倒是好办 我是真害怕服院症 又把这给弄回来呀 会吗 你还不知道呢 今天这个血管流 他老人家不上 愣是塞给了庄大夫 还把卢晨熙 安排过去给庄大夫当助手 副院长是真宠过这卢晨熙呀 副院长宠着陆大夫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奇怪的是这庄大夫 居然给答应了 没过来给您请示请示 副院长决定的事情 庄大夫没必要来请示我 你看 你看 我就说这庄大夫 办起事啊 怎么管你不到 八卦的事总有你是吧 不是 昨晚上赶这稿子呢吗 小唐老拿您来压我 催着急着呢 喂 监导啊 听好了 好 开凶器 开凶器 血管钱 这有钱 快 吸血 人工血管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血压维持不住了 体外血管还需要多久 马上就好 马队师 血痒 九十二 值得钱 体外血管好了没有 好了 主动卖钱 不要紧 不要紧 主动卖已经阻断 应该没问题了 我们尽快进行人工血管的置换吧 好 轻人� 脖子 加油 方 我 辣子 可以 水 小寿 大 辣子 开锤 蝇院长 是肺移植领域的 一块金字招牌 只不过这两年 手术做得少了 现在正在申请 肺移植中心的项目 我们呢就是想加强宣传 剑道儿 手术当中一定会碰到 不少困难和挑战 关于这个 你一定要让副院长 给你详细地讲一讲 他是如何解决这些 突发状况的 我提醒你啊 副院长这个人非常清高 不愿意宣传自己 你要是通过正常渠道 去联系的话 估计这个事就成不了了 你明白吧 这个事你可不能说 是我约的你啊 好好好 谢谢您啊 好 再见 院长 你没事吧 没事 杨春 杨春 走吧 无见到看多了吧 跑这儿来度啊 我不是怕您不去吗 上车 走走走 杨春 孩子我生日 那叔叔都买点礼物吧 但我真不知道买什么 您受累给代劳了呗 那天跟你说了 满河器尽常规 现在不可能啊 我 我是说 指导地方医院使用化疗药的事 是那个 是那个 今天的晨会上 您可是提了的 你可真是狗鼻子 那个杨春 到底那种药 最适合农村病人 最后 能被纳入医保 杨春 您的指导 至关重要 今天这个事情 只是个开头 张恩财这个病理 只要成功了 就有推广的可能 典型书好了 以后的路也就铺开了 小唐啊 我给的这份大礼 你可得接得住 受得起啊 杨主任 那可就拜托你了 不过我得提醒你啊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副院长在位一天 他的意见 我是不能不考虑的 今天 庄叔带着陆晨曦 又上了手术 没有副院长的签字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又让他上手术了 这个老夫 自己手术都不行了 还惦记着安插亲信 副院长手术行不行 轮不着你来说 他自己会说的 真没什么可说的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病人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手术 没什么可说的 副院长 听说您马上就要退休了 这很有可能就是您 职业生涯当中 最后一台非移植手术 是您的收官之作 我们想具体了解一下 这个手术的细节 因为据我们所知啊 手术当中出现了意外 当时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请您一定跟我说一下 当时的细节好吗 你听谁说的 当天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听说美国总部 已经批准了子萱的实习申请 已经批准了子萱的实习申请 这种机会 可是百里挑一的人才 才能得到的呀 还行啊 没给他爹丢人 其他人就算像子萱一样优秀 也没有像您这么能干的爹 在美国上本科 顺利进入大公司实习 不是学习好就能做到的 你跟那边儿药师傅说清楚 如果它不符合标准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就像你们的吻合器 有半点质量问题 我们人和胸外也绝不会用 那是那是 我们老板愿意花钱供子萱留学 在实习期就培养他 那是因为人才难得 杨主任运用我们公司的器材 而不用其他公司的产品 那也是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 无可挑剔呀 你到底想说什么 杨主任 我们的吻合器 在您的课里都用了一年了 统一结构也出来了 确实降低了并发症 现在可以作为手术 常规进货了吧 常规 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一个吻合器八千到一万 有的病人一下子需要两个 又不能公费 怎么可能作为常规 让所有的手术患者都用呢 一两万确实不少 可是跟命比起来 还针灸不多 用了它就能不得并发症 准确地说 是减少并发症 减少 那也得看跟谁做手术比 陆晨熙这两年术后并发症 漏发生率是零 陆晨熙这堵奇葩 不是已经被轰到极栈去了吗 现在 没有人提出吻合器了 什么叫没有人啊 上个月副院长开会的时候 还说了 临床医生 要提高操作水平和诊断水平 不能离开仪器 连医生都不会做 副院长 昨日挥煌了吧 从事机上都要给那哈 这是个人吗 是否可 这个人还要给你 我想起这儿 我们也要给你 我想起这儿 下渴了 我现在是想起来的 还在这儿呢 我确实该走了 开玩笑的 今天做得不错 刚才止血的时候有点慌 让你失望了 你戴着口罩 主刀大夫是看不出来的 如果你不说 没有人会知道 不用开解我了 这种情况瞒不过你的 这个手术的风险本身就很大 无论多么有经验的大夫 难免都会有情绪波动 你也有 我只是没让你看出来 回去我要好好写一个总结 有记不清或者理解不到的地方 随随散扰 今天下了班我也要搬过去了 有关这个手术的问题 你可以 欢迎体温 这么快就破例了 那当初定制规矩干吗 为了气网 虽然约法三章 但有关这个手术的问题 你可以随时跟我谈讨 好吧 作为回报 你房间的清洁就由陈绍聪负责 不能动厨房的规定 你也解除了 好像带你上了台手术 我就从你唇名单里删除了 不不不不 还要继续考察 够坦率 谢谢夸奖 我要去急诊职业班了 如果今天晚上不忙 就趁热打铁鞋总结 再来看看这个病人 做了这么长时间手术 还有值班 舒展筋骨 刚好干活 快回一半东西吧 陈绍聪在家可以帮你 好 你好 胸脉科哪位 你好 我是急诊 有一个气胸病人 需要胸脉医生会诊 稍等 姐 刘大夫几点进去手术室 刚进去半小时 张大夫在产科会诊呢 值班刘大夫在手术室 张大夫在会诊 他回来了 我让他马上去急诊 再见 好 小陈 是什么事啊 急诊收了个气胸病人 找胸脉会诊 那 能不能让我去看看 也行 你去吧 好 那我去了 今天急诊睡觉吧 陈绍聪大夫 陈绍聪大夫 还好不是陆晨熙 我没事 快回去吧 我要在这儿陪着你 一会儿还得交费呢 你一个人怎么行啊 陈大夫 陈绍聪大夫 你叫胸胸会诊吗 你来了 这个病人下午打篮球的时候觉得有点气促 平躺之后没有明显改善 我觉得可能是气胸 你给检查检查 好 你让我去看 这褚大夫挺用功的呀 不是她的班还在这儿看病历 嗯 是用功 就是没脑子 一份病历啊 能翻功好几回 净做些无用功 我看着不像啊 挺精神的呀 之前啊陆大夫就批评过她 说她数前的一些资料准备得不够充分 从那以后好嘛 她就逮什么看什么 还在新来的庄大夫面前显摆 那天查房的时候在人病人面前背书 把病人的既往病史啊背了个遍 那天把病人给吓得差一点就不手术了 真的 这也太没眼力见了吧 就她那辞职 要不是之前跟杨主任认识 怎么可能来人和进修啊 问题不大 给你开了平衡农业 再查一下雪神话 换一事再走到镜头走管 谢谢大夫 怎么样了 施气凶需要做B氏饮料 那你来做 我给张大夫打一个电话吧 看看他回来没有 准备东西 你做 得了 回家吧 手术完了啊 怎么感觉你做了八个小时手术更精神了呢 我还真是亢奋了 我的精彩手术排行榜里 今天这台能进前世 是 尤其是好几天没磨手术刀了 回到地球吧 陆大夫 这是急诊科 走了 拜拜 陆氏引流这种基本操作 每个住院医都应该做好 你是外院来进修的 但也工作三年了 在你们医院没做过吗 我做过 那还磨蹭什么 准备东西 哦 库国住室 不愧是宁国侯府啊 这几个字 谁呀 来了 陆院长 这么晚了 你有事吗 您还没吃饭吧 先喝点水 我炒两个菜 在我这厕所吃点 您坐呀 今天的记者是你安排的吗 记者 今天院里有采访吗 电视台的记者 今天来采访了肺移植手术 肺移植 好事啊 左肺有阴影 都看到了吗 是肿瘤吗 陆老师 他三个月之内 两次自罚起胸 会不会是肿瘤引起的 肿瘤引起起胸的可能性不大 但他年纪又轻 又没有常见气胸又阴 还需要继续检查 陆老师 一定不会是恶性的吧 这孩子挺不容易的 家里条件不好 一个人打好几分工 还不让家里和女朋友知道 这马上他就要变 什么叫一定不会是恶性的吧 一定不会是恶性的 我干嘛要继续检查 卖药骗钱吗 我又不是杨帆 你们什么都没听见啊 我是说他 爸 杨宇 陆大夫 急救中心电话 六岁孩子坠楼 多处骨折 休克症 还有个女的同事坠楼 煤气中毒 现在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 很快就回到 我马上到 给神万儿科骨科打电话 让影像和检验科做准备 好 救护车在路上了 赶紧准备吧 好 病人已经转到你们胸外 你作为胸外的大夫 已经接收 患者自发性气胸 呼吸困难 你应该立刻去给做 避世引流 缓解症状 然后做进一步检查 排查肿瘤 明白了吗 快去吧 这任务做 你不是来听病人讲故事 给他当知心大姐姐的 干你该干的事吧 我说 电视台找到我 说要做这台肺移植手术的采访 我一想这是好事啊 手术很成功 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显示了咱们医院 胸外科的技术水平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啊 我就让你的助理 安排了这次采访 副院长 你好像 很生气 为什么 他们问了什么不该问的 杨范 你究竟要干什么 男孩六岁 半小时前从散楼追递 脱谷 进谷 走走弓谷 肩甲骨骨骨折 血压呢 血压六十四十 休克 来 来 通过了 通过了 夕阳 再开放一条静脉通路 好 给平衡农业 知道了 平衡农业 到腹部CD检查腹部脏器 无出血 催骨科医生下来 孩子家长呢 怎么还没来啊 没告诉你吗 那个就是啊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四 二十四 二五 二两 二十七 这不是你特意安排 记者会把采访的主题 放在我个人身上吗 他们很熟悉我前几次 移植手术的处理方式 还提出这次 有没有类似的细节 陆院长 您不要着急嘛 在肺移植领域 您带领的人和胸外 一直是顶尖的地位 您的成绩就是咱们 人和胸外的成绩 重点采访您 没什么问题啊 他们还提出 要看这次手术的录像 那就给他们看呀 还是说 您不想给他们看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 我现在不会对你有任何威胁 我提出让陆晨熙回到手术室 也只是爱惜他人才难得 即使他回去了 也影响不了你在科里的实力 你何必要这样 你做出个尊重前辈的姿态 让我平稳的到年龄退休 也算个团结和谐 这有什么不好的 副院长 您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最近情绪不好 有点疑神疑鬼呀 您怎么能怀疑我别有用心呢 您怎么能怀疑我别有用心呢 你别装傻了 这次手术的关键部分 是庄大夫做的 他一定已经告诉过你了 但是当我突然面对记者 他们把那些从前确实属于我的成就 和这次手术放在一起 你想让我怎么说 难道真的承认 我力不从心 拿不起手术刀了 承认我 确实不配做这个院长 甚至 不配做医生了吗 难道说 那些谣言都是真的 您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呀 是有人在议论 您手术当中身体有问题 但是庄大夫自己没有说 我当然不相信了 庄术没说 是啊 您看 我说什么您都不相信 但是我还是要说 庄术确实没有给我提过这台手术 你也是浩强 术前就直说嘛 让庄术做就是了 虽然患者指定是您 所有人也都看着您 但身体不适 大家都能理解的吗 再也不行 采访的时候 你可以跟记者实话实说嘛 怎么能说是我逼您呢 为什么不能实话实说 不服老 不服病 不服病 不识的 无论这次采访 是不是你安排的 我的话已经说出去了 想收回来已经不可能了 过几天 我就会正式提交 提前退休的申请 你满意了吧 我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烏眼下 那院里面有多少医生羡慕我 我 我们 都同意烏眼下了 就别叫受了 庄大神 要不 还是叫您庄大哥吧 好 这个庄大神呢 是陆神希的脚步 当时听说你来的时候 他可兴奋了 只是没想到 你来了 他走了 大神神的太厉害了 我就是比他多一些经验 陆神希再有几年历练 绝不会比我差 那您说 他还有机会历练吗 你是说 这事给我管 领内出血 领内压升高 可能形成脑膳 骨盆粉碎性骨头 骨盆苦涨 给 签字 孩子妈怎么样 又是制药又是一氧化碳中毒的 赵大夫说 就算过得来 脑损伤也很难恢复了 那孩子是怎么坠楼的呀 急救的说是 他妈妈开了煤气和孩子一起自杀 然后迷迷糊糊又抱着他跳楼了 我这家人什么情况啊 互产了 老公找小三 还有家暴啊 都不是 已经联系上孩子他爸了 他们两年前就已经和平离婚 人现在在英国 刚电话里说 让我们全力抢救孩子和大人 正在订机票 会尽快赶过来 这个是那个 孩子的妈妈刚调到的既往病例 跳什么楼啊 带着孩子 听起来我都比他有理由跳楼 调过来的既往病例上显示 他五年前做过纵阁肿瘤切除术 是恶性的吗 还是肿瘤复发了呀 术中术后 病例都确定是良性的 但是他持续胸痛 在几家医院检查过 也没有异常啊 这个人资料齐了以后告诉我 我要再看看 嗯 陆晨熙作为一个大夫 技术上不能说是完美 但也算是很天才 但是他的性格问题太大 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也就罢了 今儿是在美国啊 可能会被告犯倾家荡产 还好他不在美国 好 他现在这样算好吗 确实是 其实他以前不这样 至少没现在那么夸张 怎么了 受刺激了 这事啊 还得怪人和 最起码呢得怪副院长 陆晨熙这臭脾气啊 死硬要强 他除了福气有本事的 技术比他强的 跟谁都像小炮软一样 一点就长 都是副院长宠的 副院长这么爱财啊 副院长爱财是真的 但是对陆晨熙的特别照顾呢 还有一个缘 他妈生他那天啊 赶上车祸了 娘俩呢 是在医院抢救过的 但是他爸死 听说啊 还是起医疗事 陆晨熙是哪年出生的 84年 84年六月份 我真的没有打错 我没有打错 我真的没有打错 陆晨熙嫁出生了 是个女孩 这事啊 钟主任和副院长 当年都知道 这么巧 晨熙后来又考来人和 所以老一辈的专家教授 对他都特别地照顾 你也是专家 也是教授 以后啊 也都照不着了 张教授 张大哥 真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事 先别弄了 先别弄了 我出去一趟 回来再收拾 这么晚了 你去哪儿啊 有个手术的病 我不放心 我去看看 好 放开 放开我 我们又告诉他 我是被冤了的 我没有 陆州公不是我孩子的 我打不实力都敢言 我没有打精美素 人真的不是我孩子 我没有做错 我真的不用做错 我没有害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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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为什么要跟人打架 为什么不去接你妹妹 说你说呀你 为什么不去接你妹妹 他要让人一人打个药 他要让人害死 他不行 妈 那你就跟人打架 那你就不去接你妹妹了 妹妹现在找不到了 怎么办呢 行了 行了 说明 你别让给孩子生气了 赶紧照顾他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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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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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弥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回家了吗 今天手术的病人有问题 我给ICU打过电话 一切问题 那你来 找我 看完病人 伸到过来 感谢一下 你送我的东西 这个呀 你一下付了一年的房租 房东送一点赠品 也是应该的 你今天值班 是大夜班还是小夜班 小夜班 已经交接完了 准备下班呢 那 那 回家吧 我去换衣服 大夫 您就跟我说实话吧 萧正她到底怎么了 不是都拍过片子了吗 她到底还能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片子得等上级大夫看过了 才能有确定的解释 那刚才那个大夫怎么说的 刚才那个陆大夫她是急诊的 要等胸外的上级大夫来了才行 总之 我也不能跟你说什么 你先别担心啊 我能不担心吗 她好端端的都气胸了 你看 我刚刚都搜索过了 没有外伤的气胸才是最大的问题 你不也是大夫吗 你就先告诉我不行吗 这个 我挺理解你的 你先别着急 她这个气胸也不算是没有诱因 她是因为搬运了重物才出现的胸膛 搬重物 她搬什么了 她昨天晚上去快递公司搬箱子 胸就开始疼了 她忍到今天才来检查的 她BMI指数低于下线 这种情况出现气胸还是很常见的 快递公司搬箱子 她昨天不是给教授检查数据去了吗 她搬什么箱子 我也不知道 你别问我了 她都保颜留校了 给导师做助颜是有薪水的 干什么去搬箱子 那 也许是我听错了 算了 我自己问她去 你回来 你别去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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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可以吃饭了 你吃饭了 你回来 你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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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好 我可最烦这些机灵狗碎的破事 每次都拖到最后一刻 一是机灵狗碎的破事 又应该提前处理好 才能安心办正事 这就是成熟理性负责任 和冲动无脑凭感觉的区别吧 你对自己的定位 还是挺顿确的 这不错啊 在美国就开这车 开习惯了 那个晚上空气不错 咱们走回去吧 那个 一共才五公里 才五公里 五公里你觉得很近是吗 我当年跑也得跑二十多分钟呢 人到中年 尤其是脑力劳动者 一定要加强锻炼 否则一个不小心 血压血脂血糖 嗖的一下就上去 你看我长得像三高的样子 你给人看病 是看人长得像不像有病啊 那长得不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我回来之前做过体检 什么都不高 我可以继续以往的生活方式 有病治病 无病预防嘛 对不对 我只有一个车位 我把房子租给你以后 我去挪车的时候我才发现 我上次忘了关车灯了 车打不着了 你这会儿才想起来啊 我最近乱七八糟的破事太多了 我给忘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要不我退你点房租吧 最近乱七八糟的破事太多了 我给忘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要不我退你点房租吧 对不起啊 主任 这么晚给您打电话 急诊又收上来两个病人 可是病床不够了 是不是要再走廊加床啊 今天陈慧 不是决定出院几个病人吗 怎么床位又不够了 那个大咖学的张跟才 还没有签出院手续吗 他的所有指标都属正常 这两天出院应该问题不大 只是在哪儿做化疗 还没下定决心呢 陈慧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 这点事你都办不了 主任 我嘴皮子都磨破了 他家属不信我的呀 家属说了 要么是您 要么是给他父亲做手术的庄大夫 亲自跟他说 他才肯签字呢 好吧好吧 我知道了 这件事你不用管了 真对不起啊 都怪我拖延症 忘了楼车 你都已经说了十几回对不起了 态度够诚恳 放心吧 我不要求你退房子 我心里还是过不去 过也不去 我请你吃饭吧 正餐 不去面 你是对谁都这样 还是单单不想欠我人情 主要小时候欠下人情太多了 长大以后 但凡能自己办的事 就绝不麻烦别人 这话怎么讲 我爸去世的早 我妈又一直忙工作 所以我的童年是在邻居的照顾下过的 几乎每一顿晚饭 每次家长会 都要麻烦别人 大家都觉得我没爹挺可怜的 也都愿意帮我们家 所以就把你宠得无法无天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无法无天 我不是叫鸡恶如仇好吗 好吧 主要我妈 怕我长大 心里失衡长歪了 所以从小就给我灌输 人心单纯 世间美好 这些大道 这些听多了 你一旦看见不顺心的人和事 当然觉得过不去 心里不舒服 原来是这样 所以 你的理想主义 来自于你妈妈的教育 我妈还挺坚强的 一直一个人带着我过 也没有在追究我爸当年去世的事 还一直在说是无心之过 无心之过什么意思 我没跟你说过吧 我爸其实当年是 不好意思 照顾 我看他 还没睡呢 刚去看了今天手术的病 现在张跟才本人的意思呢 是化疗回去做 离家近 报销的比例也大 他儿子呢 不太想回去 顾虑比较多 觉得手术做得好 就迷信咱们医院 迷信你 我想 能不能有你出面 把今天咱们开会讨论的两全方案 给他们讲一讲 我知道了 我来跟他说吧 喂 你好 我是庄叔庄大夫 不谢 不谢 是这样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关于你父亲后续治疗的事 好 那你早休息吧 明天上班 我们可以面谈 好好 没关系 调什么呢 你走路怎么没声啊 拍得怎么样 我看看 杨主任打电话来 是说大卡写的患者张恩才 他恢复得很好 化疗的事 那单手术既然是你亲自做的 我就不 再多关心了 反正那个病人对我也不信任 新的保险政策之前是我没了解清楚 您不是在会议上批评过我了吗 从那以后我回去重新学习了一遍 你放心 我长记性 就像你记住你的车灯一样了 他的后续治疗和化疗 如果在我们医院做 是没法报销的 就急救不了穷 也不能什么病都到大城市的三家医院 但是肿瘤化疗 如果现一级医院做 水平还是有差距 所以今天杨主任建议 我们来制定化疗方式 远程监控患者的指标 指导现医院来做调整 如果这次顺利的话 可以把这种模式开展下去 怎么样 这样解决还不错吧 你的意思是 杨方为了病人的利益 和下级医院的医疗水平 主动揽择人上身吗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就算这是真的 也是做给你看 拉拢你 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 就算不是因为你 那也一定有别的原因 反正我不相信他无利可图 只要结果是好的 有利可图又有什么问题呢 好 没问题啊 张教授 我问你 你觉得治病可以当做投资 用商业模式来运作吗 把医疗事业 以商业模式来运作 规范系化管理是国外的经验 已经比较成熟了 那你觉得杨帆他规范化管理的吗 至少这几天里 我没有看到什么不规范 这几天里 对 你没看见杨帆不规范 这几天里你看见不规范的都是我 陈小聪 你长不长记性啊你 班杨前我怎么跟你说的 不能躺在沙发上吃东西 你掉一地渣招来马以后怎么收拾啊 把你臭脚骨从茶几上拿下来 恶心不恶心啊 几点了 现在几点了 几点了 你看电视开这么大声 有没有公责心啊 你明天早上不上早班了不起 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 除了我谁都不准穿鞋进屋啊 这个 这个是他卖的 不能怪你 怪我 我的要求 不许商量 不许讨论 谁有意义 立刻请走 房子不退 哥 你把他怎么了 这才几个小时啊 你那变得也太快了吧 这是要地震呢 飞行走售都不正常 爱心早餐是给我做的吗 冰箱里有昨天晚上的剩饭 你还不想问 我就不该问 该问行 都有都有 昨天晚上七三你真真不好意思 你们俩见了面就掐 隔了也就好了 我怎么感觉这人物关系有点怪异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见他就来气 只有冷静的想想呢 又觉得不应该跟他一般见识 昨天下班我碰见他了 非要送我回家 我说不用 我走着他就跟着 本来聊得挺好的 后来接了一个杨帆的电话 气氛就变了 非说杨帆多么多么圣人 多么多么为病人着想 我去他大爷了 我们就这样一句枪一句吵起来 我可没给你吵 陈长彤你大爷 他走了 他走了 你这个人走 要走了又没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 昨天的事对不起啊 我太不冷静了 从昨天到现在 你已经跟我说了三次对不起了 昨晚的手术记录写完了吗 写完了写完了 楚大夫 楚大夫 楚大夫你快出来 楚大夫 楚大夫你快出来 楚大夫 楚大夫 你干嘛呢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你现在还是一侧气胸 而且血氧饱和度也没有达到正常 你现在状态必须休息 不能到处乱走 你知不知道 你找楚大夫干嘛呀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她跟我女朋友说了什么 从昨天晚上开始 我怎么打电话她都不接 一定是楚大夫说什么不该说的 你把她叫出来 跟我解释清楚 跟我解释清楚 那个 楚大夫她现在不在里边 这样你先回病房休息 等她回来我跟她说 不可能 我知道她在里面 楚大夫 楚大夫你快出来 楚大夫你快出来 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知道她在里面 你先救我的 咱先回病房休息 楚大夫 楚大夫快出来 来了 爷爷 张大夫 你来了 昨天那个女病人 她在好几个地方就诊过 这么快 医务处换新人了 以前三天能找七步促 医务处 我就没找他们 你昨天说想抗 我就连夜调到病人信息 然后再催熟人 去调病案 催了我一宿呢 你可真是中国好搭档 每天玩 调出急诊了 准地把你拐走 她还真是术后胸痛 术后胸痛 术后胸痛 现在说机票很难定 还没有给准确的时间 这个油条包子 谢谢 你们早上都没吃饭 都辛苦了 来来来来 天啊 没客气拿着吧 谢谢真的拿着吧 陆大夫 这都等您半天了 陆大夫 杨护士 走走走走 喂 吃早饭了吗 没胃 我呀 赵立武 赵立峰的弟弟 就是昨天打架 送到急诊抢救 后来又送到楼上做手术 被你们彻底救过了那个 忘了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我呀 今儿是特地来向你们表示感谢的 那你们啊 那可都是我哥的救命恩人哪 是不是 你这么快就从公安局里放出来了 还没处理完呢 不过那闹事的 是对方 是他们先动的手 这主要责任不在我们 你都转到胸发科了 方志伟大夫管床 庄术教授负责 你要有事找他们两位 我呀 今儿不是来瞧病的 我今儿是特意来向你们谢恩的 这红包 你们庄大夫都没收 我来送点饭怎么可以吧 早餐 来来来来 别客气快快 那我们就这么客气了 油条包子 谢了我正好没吃 对对对 陆大夫千万别客气 快快快 你这人买太多了 帮给大家吃吧 不多不多 这些 您就帮着给芬芬 我呀 这还拿着这些 上楼先找我哥去 嗯 你们先忙着啊 先忙着啊 谢谢啊 谢了啊 你可真够大胆 我怕医务处抓你小辫子 而且我告诉你 他哥是危重啊 万一呢 辫子 真要有人想抓 你一股都能耗出三根头发来 再说 红包咱们不说 这一博了早点 咱们不吃 他又不能送回去 咱们要是据说 不叫做为病人着想 那叫做 假不假事 虚伪 精神洁癖 而且还浪费狼食 你说庄大夫待会儿会吃他的早点 我觉得不会 如果他不吃的话 是虚伪还是精神洁癖啊 我又不认识他 我管他呢 他追你了 没有啊 我就说说 那就是你暗恋他 谁暗恋他 姐妹什么时候搞过暗恋 都是声扑 来来来来 扑扑扑 扑扑扑 扑什么扑 这种紧事儿 喂 您好 庄教授 您有什么事儿吗